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63回 高空之中忽然之间传来了龙家老祖的声音 接着空间波动一起 满脸笑容的龙家老祖和一道白蒙蒙的光影 同时闪现而出 哦 原来龙道友也已经赶到了 不知道那两名赵家魔尊现在何处啊 韩丽眉梢一条双目微亮的问道 哈哈 韩道友放心 他们已经被我们引进了精心事先设好的法阵之中 没有一天一夜的时间根本不可能脱空而出的 白光中的白气淡淡的直接回答道 太好了 既然人都到齐了 那就拿出所有的八族摩西马上动身出发吧 千秋圣女大喜国王 千秋姐姐之言正和切身之意 叶家的羽衣少女也一口赞同 其他人自然对此也没有什么意见 当即羽衣少女和千秋圣女单手一扬之下 顿时放出了一头头的摩西 龙家老祖等人纷纷翻身骑上了魔兽 一行人立刻向幻笑沙漠中飞驰而去 并在一会儿功夫过后 就彻底的消失在了昏沉沉的风沙之中了 一天之后 天空尽头出 忽然之间传来了破空之声 两团黑光闪动着淡淡泄光的从天而降 一个闪动过后 在韩丽等人原先所待的土包上 赫然多出了两名身材孤瘦的紧袍老者 都是满脸怒容 散发着浓浓的黑色煞气 他们的气息好像在这里逗留过一下 应该进入幻笑沙漠了 一名老者四下打量了一下 又抬头望了望 不远处的灰色沙地 脸色难看异常的说道 看此地所留的痕迹 似乎人数不少 这么说来 我冲出对方法阵时收到的消息 是真的 赵家被抢走的摩西 也和这群人有关了 另外一名老者大怒道 恐怕多半如此啊 要是那些人 也是那二人的同伴 恐怕修为神通 的确不是我们所留弟子 可以阻挡的 看来 这赵家早就落入了他人眼中 我们昨日行动是被故意 引出赵家宝的 那底头摩西 才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了 否则的话 也不会如此快地 顿入到了幻笑沙漠当中 第一个开口的老者 有些无奈地叛了口气 这些贼子是什么来历 竟然敢打我们赵家的主意 不能就这么算啊 此仇一定非报不可 否则的话 我们赵家以后如何再换成立足啊 另一名老者更是咬牙切齿 哼 报仇 恐怕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吧 因我们出来的二人 虽然说只显露了恋虚的修为 但是 恐怕不是他们的真正修为境界 先开口的老者 却摇了摇头说道 那 那兄长的意思是 二人也是摩孙级别的存在 难道不成闯入我们赵家之人 也是差不多的修为 要是这样的话 难怪是我们赵家把如无物 竟敢打摩西的主意了 但是我们换野城 什么时候来了这么一批老怪物 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未曾收到啊 另外的一名老者文言 略想了一下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个 这个可不好说呀 我那两个家伙的同伙 也许只是他们一群首相而已 不过就算如此 光是这两个人的修为 就不在你我之下 并且他们已经深入幻孝沙漠 单凭赵家之力 我看很难讨回这个公道的 至于先前未收到四合相关的风声 倒是丝毫不奇怪啊 他们或者是掩饰了自己的修为和本来的面目 或者说干脆一直留在城外 先前呢 未曾经过换野城的 那 那真要这般算了不成吧 六个老者再次露出了怒容 按照收到的消息 那两个人的同伙 并没有在赵家堡大开杀戒 只有几个五种轻重的弟子被他们灭口了 而这次失去的几头摩西 虽然说对我们赵家非常的重要 但是 也不至于动摇我们赵家的根本 至于声明上的问题 回头我们随便找几个不顺眼的家伙 灭杀了 就当他们是那群人的同伙 对外示众一下也就是了 第一个老者阴沉的说道 似乎对此呢 早就有所思量 这样做岂不是有些自欺欺人了 这口气 我 我可是忍不下去啊 另外的老者文言 愣了一会儿 还是一堕足的说道 忍不下去 忍不下去也得忍 你我是赵家仅存的两座靠山 哪一个出世 赵家都有可能就此衰落 为了赵家的心圣 也只能咽下这口气了 不过 贤弟若真是心中恨意难消 也不用你我动手 我们完全可以是借刀杀人哪 第一名老者脸色一沉 借刀杀人 后说话的老者神色一动 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 不错 你那回头联系一下 受尊殿的人 让他们替我们出手一次 至于出手的报酬嘛 就可以动用族中的一笔储备魔石 但是话咱们要说在前头 无论受尊殿是不是真的能够得手 但是雇佣就这一次而已 即使说那伙人毫发未损 我也不准你再动用其他的手段 找他们的麻烦 而且联系受尊殿的时候 不要暴露了我们的身份 兄长放心 我知道如何去做的 受尊殿的那群怪物出手的话 这群人就算是不死 但也绝对会掉一层皮的 就是这笔魔石花出去 赵家恐怕要紧上好一段时间了 哼 那群佬怪我 每一个修为都不在你我之下 并且论拼斗的经验 更不是你我这样的普通的魔族 可以比拟的 雇佣他们的报酬 倒也不算太离谱 不过 让他们进入幻孝沙漠 追杀那伙人不太现实 只能等他们出来之后 再让这寿尊殿动手了 这样也好 只要寿尊殿派人监视幻孝沙漠 附近的几座城市 总能够找出那伙人的踪迹出来 不过那伙人不知道进入幻孝沙漠 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也不知道多久才会出来呀 这个嘛 已经打算大出血一回了 再多出生一点 我看也无所谓 就定下百年期限吧 若是这伙人能在沙漠中滞留百年不出 那位魔石就算是白送给了寿尊殿了 又有什么呢 时不宜迟 我们马上返回城中分头行事吧 第一名老者深深地扫了眼深处的沙漠 就不再犹豫 另一名老者自然对此毫无意见 于是二者当即提表摩起一滚 再次的化为了两团黑光破空而起 直奔换叶成吉射而去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而这一片的幻孝沙漠 自从杭丽等人进去之后 足足四个月 才由幻叶成的另外一大家族方家弟子 带着里头摩西 小心翼翼地再次进入沙漠之中 这个时候 因为赵家摩西被抢 而在幻叶成引起的一场骚动 也已经渐渐地平息了下来 赵家的两位摩尊 经过了一番调查之后 虽然说将此事也和韩丽失踪 隐隐地联系了起来 但是没有凭证 自然不会对外再说些什么的 就这样 时间流逝飞速 一年过去后 幻叶成仍然使四大家族顶足而立 但是对于当年赵家发生的事情 早已经再也没有人提起了 转眼间 四十年过去了 这一天 幻笑沙漠 某一异常荒凉的边缘处 风沙大作 阵阵灰蒙蒙的狂风 直冲天际之边 仿佛将这片区域都化作了 飓风海洋 一片灰尘尘之下 根本没有办法看清楚 风中的任何东西 忽然之间 飓风中波动一起 树头巨型的魔兽 从中一窗而出 并隐隐地落在了结实的地面上 而这些魔兽腹下 生有八条短粗的肢体 仿佛放大十几倍的巨型的蜥蜴 但一个个风尘仆仆 上面呢 还坐着九道人影 正是数十年前 从幻夜城方向 进入幻笑沙漠的 韩丽等人 不过呀 原本的石头摩西 经过了这般一番长途跋涉过后 如今呢 只剩下了五头 大半人竟只能共成一头 从容颜上看 韩丽和龙家老祖等人 和数十年前一般无二 此刻脸上更是大半 都流露出了兴奋的表情 哎呀 总算是走出了这该死的沙漠了 这数十年间 总是见到同一幅景象 实在是无法忍受了 以前那一次闭关百年 都没有感受到 如此的煎熬啊 与少女长途的口气 眉开眼笑 大有总算脱离苦海的感觉呀 在沙漠数十年如一日的赶路 的确是一件苦差事 更何况 幻笑沙漠的三大魔害 几乎都让我们遭遇了 连一半的八族摩西都未能保存下来呀 同城一头摩西 坐在于少女背后处的千秋圣女 淡淡的说道 这数十年的非是时间 对这位灵足圣女 仿佛丝毫影响都没有 不过嘛 最危险的还是那头 合体后期的沙影兽 竟然会死死的坠在我等身后 数年之久 更是一直偷袭的不停 要不是韩道友啊 最后施展神通将他一击灭伤 恐怕我等 还能这般容易的走出这片沙漠吗 千秋圣女 忽然望了韩丽一眼 脸上带了一丝异样 说道 千秋仙子说得太客气了 要不是直水道友 大发神通 缠住那头沙影兽 我又怎么有机会可以出手呢 韩丽却看了一眼不远处的临足七年 目光一闪的回答道 哎呀 那头沙影兽 神出鬼没 能被收拾掉 虽然是韩兄和直水道友二者的 共同功劳 现在呢 我等总算是走出了幻孝沙漠了 下面就按照原先商定的计划 我们开始分头行动吧 就那几头摩西一收而起之后 龙家老祖大笑里声说道 韩莫没有意见 韩丽微微一笑地说道 一年前还在沙漠中的他们 就商量好了 走出沙漠后的一切具体的计划 这幻孝沙漠 虽然说对普通的魔族来说 号称近地 但是对他们一干合体修饰而言 也就顶多称得上是 有些危险而已 唯一让他们有些郁闷的是 就在后半截路图之上 为了击杀一头非常擅长隐匿的魔兽 稍微暴露了几分自己的真正的神通 并不巧地被他人看到了 这让龙家老祖等人和千秋圣女等一干灵族 对其更加客体之余 大有几分忌惮之意 寒厉对其他人对他的态度的轻微的变化 此人只能是视若无睹了 这个时候千秋圣女等灵族人也对龙家老祖的建议一口答应了下来 于是一干人等竟然就在此地 立刻分成了数拨腾空而起 各自驾驭顿光朝不同的方向而走 他们商令的计划倒也简单 为了防止有心人追踪 从幻笑沙漠到摩远海的这大段的路程 一伙人再次分开的各自行动了 当然了 即使路线不同 但是最终的目的地仍然是那摩远海 这样做虽然说让他们实力分散 但是却更不容易引起魔族的注意 被发现的风险也降低到了最低 龙家老祖自然还是和灰星灰袍修士一路 而杭丽则和与少女走到了一起 至于灵族那边 以千秋圣女和白旗为首之下 也分成了其他两路 杭丽和与少女一前一后 飞行了大约万语里之后 少女忽然停下了顿光 并一条袖子往一侧一抖 一声闷响过后 一样东西从袖中一飞而冲 迎风一丈 竟化为了一条黑色的飞针 此模器食欲让场 表面黑乎乎一片 毫不起眼的样子 这个时候 与少女一个闪动就出现在了非洲之上 并手臂一抬宠寒丽招了招手 寒丽呢 神色一动 也没客气顿光一变 一个闪动出现在了少女的身旁 这个时候 与少女才奄奄一笑 这条黑羽舟 是我在西亚城买到的一件飞行模器 用它来赶路的话 倒是也速度不慢 并且了也能遮人耳目 嗯 这模器的确不错 叶仙子倒是有心了呀 寒丽打亮了几下飞舟 微微一笑 以寒凶眼界之高 此舟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让二人还是进入里面再商谈一下吧 与少女倾笑一声 抬手呢 放出了一团黄光 一个晃动之下 就幻化成了一名黄金丽氏模样的傀儡 站在非洲前端端正正的不动了 而少女却转身朝非洲中间的船舱走去 显然呢 她是要以这傀儡来代替其操控这件非洲飞盾 杭力见此情形 没有流露出什么意外的表情 点了点头也跟着进入船舱 一进入船舱 里面有一个树杖大小的空间 但是桌椅 床库等东西倒是样样俱全 甚至角落里呢 还有数个持续大小的黑色的铺团 这一艘非洲应该可以同时容纳四五人之多 相对她的体积来说也算是比较宽敞了 于于少女和韩力分别在一把椅子上坐下 随之呢 少女神座一正开口说道 韩兄啊 当日和其他人在一起 小妹想和道友私下谈些事情也有所不便 现在倒是没有这般顾忌了 下边的话可能会牵扯到我二人要走的这条路线 可不易让龙道友他们知道的 哦 那韩某 我就席耳恭听了 于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1364回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64回 韩力脸上微微动容 一下子就想起了当日此点似乎啊 率先选中的这条路线 还主动的要求和自己搭伙同行的其他人中 也只有此女和她关系还算不错 至于路线对其来说更是没有什么区别 故而呢 她并没有多考虑 而是立刻答应了下来 现在看来啊 此女似乎还真的是另有一些目的 道友身上也有天凤之血吧 韩兄不用推说什么 当日魔族围攻天原城的大战 卸身呢也是听说过一些 道友的变身不少道友都已经知道的 况且同种血脉之间 若用我们叶家的传承下来的一种秘术 还是可以隐隐的感应到一些天凤的气息 不过有些奇怪的是 韩兄身上除了天凤气息之外 似乎还有其他几种混杂的气息 并且均都不弱于天凤气息 太具体的呢 我倒没有办法分辨出来 想来和当日的其他变身 也是有些关系的 难道韩兄体内 真有数种不同的真灵之血吗 于少女凝望韩丽片刻过后 却忽然说出了一番 让韩丽心中一惊的话出来 既然叶仙子已经知道此事 韩某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以前游历盲荒之时 在下的确在异族处有些机缘 得到了一些真灵之血 不过 叶仙子此刻在我面前提及此事 这又是为什么呢 韩丽脸色保持平静的反问 韩兄不必多心什么 小妹可没有追寻这些真血源头的意思 而是韩兄既然有办法 融入了不同的真灵之血 不知道可愿再多炼化一种真血 嗯 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说叶仙子手中还有其他的真灵之血吗 韩丽听到这儿 脸色献出金融双目一咪的问道 小妹现在可没有真灵之血 但是下面要经过的一处魔族之地就有真灵之血的存在 少女眨了眨美目闪过了一丝脚狭的神色 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韩丽脸上终于现出了一丝凝重 铁砂领 哦 那里不是清义族人的领地吗 那里能有什么真灵之血啊 韩丽文言呢 心念一转 脑中立刻呈现出了相关的一些信息出来 韩丽族若是这么想 那可就错了 清义族虽然说在魔界各族当中并不算多么的强大 但是其中一些特殊存在 却的确继承了真灵血脉 只是此事啊 外人知道的甚少 于少女冷笑了一声说道 这叶道友口中的特殊存在指的是 含了一摸下巴若有所思 这自然是那些清义族中的核心族人 清义族和我们人族的真灵世家一般 也并非所有的人都可以继承真灵血脉 只有极少数人呢 才能有这般机缘的 而这些核心清义族人身上 只要被剪除了继承了真灵血脉 无论血脉的精纯多少 身份地位都会在清义族立刻狂升数倍的 这清义族族竟然拥有了真灵之血 打过他们的逐艺人的人恐怕不少吧 对这些核心族人的保护 恐怕也是严密异常的 仙子就这般有把握得到的真血吗 而且叶家已经具有了天缝之血 为什么还要不惜冒此风险呢 莫非说叶家也掌握了可以融合其他真血的秘术吗 杭利沉浸了一下就称少女问道 当然没有此种事情 但是道友可知道清义族继承的是何种真灵的血脉吗 于少女忽然嘴角流露出了一丝神秘的微笑 还请仙子赐教 杭利心念飞快地转动 但是脸上却丝毫不露地问了一句 道友可知道上古的时候最出名的几种真灵及天琴吗 于少女没有直接回答 反而又问了一句 这个韩某倒是知道一些 除了天缝之外 尤天坤鹏 鬼旧 九天青鸾等都是其中名气最大的 清义族继承的是青鸾血脉 并拥有青鸾的一些天赋神通 现在道友知道小妹 为什么会对此真血这般上心了吧 啊 妾身不妨实话实说 有关青鸾真血在魔界的消息 妾身呢 早再来魔界前就探知了 要不是有此消息 小妹也不一定真愿意冒险来魔界的 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青鸾真血对叶家来说 比那喜灵池和静灵莲还要更重要三分的 妾身真心希望韩生能助小妹一臂之力 这话又说回来了 无论龙家还是那些灵族人 这次进入魔界来 除了喜灵池和静灵莲之外 恐怕也都还有其他的次要目标 否则这次分头行动 怎能可能这样一拍即合 与一少女如实讲述显得诚恳异常 青鸾的真血 这就难怪了 听人言青鸾天凤最早的时候 原本是同处一种天禽血脉的 只是后天修炼的天赋神通不同 这才演化成了两种不同的灵形 如此说的话 仙子是打算借机 让叶家人多出一种 可以继承的真灵之血 杭丽心中先是一愣 但是马上就不禁一阵狂喜 脸上可还保持冷静 若是其他的真灵之血 他自然可以毫不在乎 但青鸾真血 正是经哲学之记载的 另外一种可以吸纳炼化的真血 若是能够得到的话 金哲学毫无疑问 就可再大进一层 以他现在金哲学的火候 恐怕每多一种真血 都可以让金哲学的其他变身 唯一能立刻大增小半 韩兄所说不错 我们叶家既然能够继承天凤之血 想来的青鸾真血 也不会对叶家弟子有多排斥的 若是能继承下来 将来力压冷家一头 根本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而且依斯莱说 小妹若是能够同时拥有天凤和青鸾之血 并用秘术将她们融合精纯为一体的话 同样的可以修为大增 并可有一分进阶大成的可能啊 羽衣少女说着说着 美眸隐隐有些晶莹发亮 除了可以得到灵血之外 我还能有其他的好处吗 韩丽的目光闪动 思量了许久 猛然直接问了一句 声音呢是不冷也不热 羽衣少女听了 却不禁喜形于色 他立刻答复 除了一大笔不信于普通宗门积累万年以上的灵石外 这一次还算叶家欠了韩兄一大人情 以后凡事有需要我们效力的 我们叶家可以全力相助韩兄一次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击掌为事 韩丽双目一眯 一只手掌从袖中缓缓探出 羽衣少女见此毫不犹豫的抬手迎上去 啪啪啪 三声过后 两只手掌对击三下 各自缩了回去 但是羽衣少女啊 已经是满脸的欣喜之色了 叶仙子这次肯出这样的代价 想来那青鸾针蟹 肯定是极难到手 如今韩某已经答应出手了 困难之处到底在何处 叶道友现在可以直说了吧 韩丽轻吐了一口气 淡淡的问道 韩兄明见 这次若是想要得到青鸾针蟹 恐怕我们不得不面对一次 魔族圣祖了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于少女文言脸上喜色一收 说出了让韩丽也吓了一跳的话出来 魔族圣祖 我说仙子莫非是在开玩笑吗 若是那铁沙岭有魔族圣祖坐镇 这真血韩某不要也罢 韩丽的脸色阴痕了下来 韩生多响了 要是真有魔族圣祖本体亲自坐镇铁沙岭的话 龙家和灵族人又怎么会选择换下沙漠这条路线 早就是有多远躲多远去了 据小妹所知 那铁沙岭其实只有一名叫灵源圣祖的化身 似乎他的本体当年成过亲一族的大恩 这才让一具化身常年坐镇铁沙岭的 道友当年曾经在天元城大战当中 斩杀过一名圣祖化身 想来对付这一具化身应该也是不成大问题的 况且我们这次行动只要是小心一些 未必会惊动这位灵源圣祖化身的呀 于少女眨了眨美目说道 哦 只是一具化身 他仍然不是那般好对付的呀 这据我所知 魔族圣祖化身和本体之间的感应是非常的紧密的 而这和在灵界的时候不同啊 若是那灵源圣祖本体也居住在离铁沙岭不远的地方 我们这边一惊动化身的话 恐怕其本体瞬间就会飞快的赶来 这风险我看还是太大了一点吧 韩丽脸色微变还是摇了摇头 韩兴放心吧 小妹既然做此打算 又怎么会没提前打探相关的消息呢 据我搜集到的消息 这位灵源圣祖本体啊 不但居住离此非常之远 而且呢 还已经避生死观万年之久了 并且这位魔族圣祖 以前也有过其他化身陨落的事情 但是呢 也未见本体出关过 甚至呀 有人传言 这位灵源圣祖本体 已经陨落而亡 现在世上 只留下了几只化身在走动而已 当然了 这个消息的真假 一般人是无从验证的 没有谁真的敢打搅 一位圣祖的闭关修炼 不过这样一来呢 韩兄也就不用担心 灵源圣祖的本体会出手了 只要能应对下 那具坐镇铁杀岭的化身 我看就可以了 若是如此的话 倒还可以图谋 不过 我当日之所以能够在灵界 斩杀一具圣祖化身 也是当时其他道友 在一旁前置相助的结果 否则的话 单凭我一个人 仍然力有不足啊 这一点 小妹自然是知道的 所以呢 在妾身 从灵界出发之前 特意去一位 至交好友那里 借来了一件一宝 混天珠 这件一次性消耗宝物 别的功效没有 但是一旦展开 却可自成一方天地 只要道友能缠住 那具魔族圣祖化身片刻 我就可借助 宝物之力 催动叶家的一种秘术 可以将其困住小半天 有了这么长的时间 你我尽可从容走掉 我等只要不暴露了 人族身份 就不信这灵源圣祖化身 还真的会为了一些灵血 而死之不放的 于一少女 胸有成竹 看来叶仙子为了此事 真的是 早就筹谋许久了 既然只需要缠住片刻的话 韩某自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在下自问 还能够做到此事的 韩丽长出了一口气 并略感满意的点了一下头 于少女 见韩丽终于没有了顾虑 心中自然也是一松 交融如花 虽然说为了此事 他在临界时 就开始策划图谋了 但若是韩丽真不愿帮忙的话 他一人之力 是绝对没有办法 胜利的得到那清完真血的 这才会一开始 拿出这般大价钱的 请韩丽出手 下面 两个人就在非洲之中 开始细细的谋划了起来 不久之后 随着非洲的破空即行 远处地面之上 突然现出了一道黄线 随之一片黄土高原 慢慢浮现而出 看起来呢 平坦异常 一眼没有办法望到尽头 非洲一闪 从某个土坡上空一闪而过 正在和鱼少女交谈的行李忽然之间神色一动 目光朝窗口外扫了一眼 怎么 韩丽发现了什么吗 鱼少女一愣不禁问了一句 并在同一时间也警惕地将神念以放而出 将附近的虚空扫了一遍 没事 只是发现 下面土中藏有一头有些意思的低阶魔兽 它能够将自己和四周的气息混为一体 连我一时不查 都差点被瞒过去啊 韩丽收回目光 淡淡地说道 哦 有这种事情 不过嘛 这也不稀奇 魔界环境远比灵气恶劣 一些低低的魔兽都会一些保命的天赋神通 否则的话 早就被那些高级的魔兽给灭绝掉了 少女咽然一笑 韩丽点了脸头 未在说什么 这个时候 非洲闪动下 已经将下方的土坡甩得是无影无踪了 而一盏茶的功夫过后 原本看似空无一物的土坡 忽然之间泥土一分 从里边爬出了一只仿佛刺猬一般持续大的魔兽 一身灰白色的尖刺 但是头顶上的 却有奇长无比的触须 同时 两只突出的眼睛死死的盯着 非洲消失的方向 竟然闪动着诡异的红光 仿佛具有灵质一般呢 一个月之后 在黄土高原和一片山脉相连的地方 一座十一里大小的小镇修建在一片洼地之上 小镇四周啊 丝毫的围墙都没有 只有一排海象征性的黄木栅栏送围在附近 在小镇上空 更是时不时的有五颜六色的灯光穿梭不已 或腾空远去 或徐徐落入镇子中心处的一个小型广场之上 但是 小镇四周角落中却树立着几座十余站的高台 上面各自有一面油黑发亮的巨翻 散发的淡淡的黑气 将整座高台上空都笼罩在了其中 而在这些高台上 分别有四五个左右的魔族被使面无表情的守在那里 以广场为中心 整座小镇有几条歪歪扭扭的街道 两旁有些魔人开设的店铺 酒楼之类的建筑 数以万计的魔族 在这些建筑当中进进出出 竟然一副颇为兴旺的模样 在离镇子广场边缘处的一座不起眼的酒楼当中 两名魔族正坐在靠近窗口的一张桌子旁闭目养神 桌子上只摆了一把翠绿异常的酒壶和两只洁白如玉的酒杯 酒杯中浓浓的酒香传来 里面锁成美酒琥珀般的樱红 一看就是罕见的极品美酒 这整层酒楼除了这两个人之外 竟然再也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人 仿佛全被这两名魔族包下了一般 他们快该来了吧 其中一名留有数条细小辫子 而穿两只粗大金环的浓眉大汉 抬头望向广场 忽然向同伴问道 同时流露出了一丝不耐烦的模样 根据眼魔那个家伙的情报 疑似目标的一群人在一个月前 从幻象沙漠当中刚走出来 不过他们刚一出沙漠 就分成集伙走了不同的路线 我们两个要对付的只是其中两个而已 其他人自然有殿中其他人来对付 这算算路程也该在这两天内到达了 这座土龙镇是附近唯一一家可以攻落脚的地方 他们只要从这个方向过来 就一定会在镇上停留一下的 对面的魔族呢 是一名面容儒雅 一身道袍的中年道士 双目一瞪的回答道 欲知后世如何 欢迎各位这期观众收听 《樊仁修仙传》第1365回